首先,左手翻掌到右手下,然后翻掌同时,坐腿转腰,打开双臂,松腰胯,然后,肤部,转腰回正,双手向前按出,坐腕,这个动作就叫无风四壁。 首先看一下这个步法,从筋骨斑斓锤的功部开始,不要移动,就是坐腿转腰,松腰胯,然后再坐功部,坐腿转腰,松腰胯,然后,功部向前,到位。 主要还是在这个手上,无风四壁。 首先,它是一个穿掌,穿到肘的下面,然后右手便掌的同时,翻掌,往里收。 自然地打开,边打开边回收,打开也不能太大,但也不能太窄。 这个动作,这个动作和以前的按不一样,以前的彭吕脊按的按呢,是以按为主。 以前的按,它是坐腿,转腰,这个手回收到胸前,然后,功部向前按。 而这个动作呢,以开为主,然后合,它是个开合的动作。 所以呢,我们这个动作不能把手的动作回抽很多,是由弧形打开。 然后坐完,它先是开,然后是合。 往往做的动作,往往做的动作看起来是往回抽了,其实是坐腿。 这个手呢,一,插,二,翻掌回抽,慢慢地打开,对了,然后,按出。 腰胯呢,稍转,一,二,大家看。 千万不要一前一后,基本上是这样,但身体是斜的,然后坐腿,一合推出,要一气合成,再看一下。 一,二,三。